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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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我们说以前可能七八十年代已经说了是不是要用到核弹攻击台湾呢 到今天就已经说到是做这个海上封锁或者怎么做这个战术攻击 你看到中国解放军都是越来越有自信的 而武器其实也算是越接近西方北弱那种武器化的战术 不过曾经有一次时间因为中国的常规武器我们俗称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也有其他的构想包括强行收回台湾的情况 他们可能要用一些很搞笑的武器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是中子弹 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的重点就是中子弹大家应该听过了 但是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它是不是核武器的一种呢? 用起上来的时候又和其他核武器 我们说的战略核武或者战术核武有什么不同呢? 还有它对台湾的影响有多大,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呢? 还有到今时今日还有没有必要,真的打台湾了 还有没有必要用到中子弹攻击台湾呢?等等呢? 也会跟大家讲一下,所以这个口号,我们叫做楼堵不楼人 曾经在中国网民那边严烈讨论的这个话题 当然当然是相当不道德 实际有没有它的功效呢?今天也和大家讨论一下 当然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订阅 包括NEO Hong Kong这边和方学新知两个频道 大家记得免费订阅,还有记得帮忙按赞 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出街的 好,今天很开心,除了我之外还有陈博写到的 陈博你好,Larry你好,大家好 是啊,所以我也特意邀请你讲一个这么老套的话题 我知道你也听过的 我们讲到中子弹攻击台湾呢? 当然这个历史很久了 我想年轻的观众听都没听过这个议题 我想都真的要30多40多的网友 你真是小时候才听过这个 那用中子弹攻击台湾呢? 我小时候听完呢,其实我都是一头毛水的 哇,是什么来的? 就是中子弹呢? 第一,原子弹我又接了什么 轻弹我又接了什么 中子弹是什么东东呢? 我可以陈博写和我们解释一下 中子弹的原理或者它的发展是什么呢? 我自己会觉得呢 讲到这个题目是真的有点勾勾地的 但是呢 中子弹作为一个核武的一种 那它和其他的分别 那当是一个普通常识 那也都可以在这里讲一下 我想不是只需要局限自己 什么是大陆打台湾这个这样的 context 你所有在现代战争里面 中子弹它的价值在哪呢? 它用起上来的时候考量在哪呢? 那我想如果我们更加清楚 中子弹本身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大约就会明白 我们究竟暴露在这种武器的威胁之下 究竟有多少呢? 还有就是说 为什么以前会很流行 现在又不是很流行 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认识 首先讲回中子弹自己本身的 最基本的原理是什么呢? 其实呢 在世界的核武发展的历史里面 其实大家知道了 二战就是原子弹 而且那种的原子弹 是利用到这些有元素或者不元素 它的核分裂 带出来的连锁反应 给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种是以一些的核元素 它连锁地去核分裂 来造成一个爆炸的威胁 那甚至乎我们今天用到的核电厂 其实都是用到这种的原理 不过在核电厂的程度 就是我们将它的能量的释放 是严重地去控制住 令到它们不是一个胡乱的发放 所以核电厂它的爆 就是一个受控的能量释放 就不同在武器的层面 那好了 到你讲了由这个普通的原子弹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在冷战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已经不只是说 斗快弄到原子弹 即是原先还没弄的 趕快弄回去 比如苏联 那已经是了 但是呢 再有提升一级就是什么呢 是一些是透过要利用到原子弹 来帮你去引爆的一种更加能量高的一种反应 就是核聚变反应 核聚变反应 就是要用到一些很轻的元素的聚变 来让它释放巨大能量 那为什么有些元素它是分裂 就会释放能量 为什么有些元素它是要聚变 产生能量呢 这个就完全是物理世界控制了 一些轻的元素 你能够把它合起 它就给出能量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重的元素 你是它自己分裂 就会放出能量 这个就是它的物质的特性 我们只不过是要透过知道这些物质的特性 来建造这种武器 那你要它能够将那些原子 去粘在一起去聚合 聚变在一起 需要的能量很高 所以在建构这些轻弹 就是透过轻来做核聚变释放能量 这种破坏力这么高的核弹 我们是需要用到传统的原子弹 传统的核武来帮我们点着这个核聚变反应 在这里大家很容易就会明白了 你要释放轻弹 首先你要释放普通的原子弹 那个层次就是这样 所以在那个核武军备竞赛里面 那个历史里面 你就会知道能够释放普通的原子弹 是入门第一步 然后下一步你告诉别人你释放轻弹 就代表着你那个核武的技术更加先进 就算北韩 他现在就宣称自己有能力做轻弹了 好了,有没有再提升高级的呢? 有,那就要提到中子弹这件事情 中子弹是不是一件更加强的事情呢? 那么我们稍后再说 但是呢 中子弹其实呢 它是需要有核聚变反应 才能够帮我们去大量产生高能量中子 其实就很多的核反应 它都会释放中子出来 但是呢,如果我们想找一个核反应 是它能够短时间内大量产生的能量 也都很高的,这些这样的中子 能量越高的中子 给出来的效果就是它穿透力越高 造成出来的核的辐射能力越高 那么所以呢,整中子弹呢 我们是会是透过去有核聚变反应 点着之后 然后它大量产生的中子 就让它自由地到处释放 所以呢,你如果要弃整中子弹呢 你是要先弃整轻弹 但是你要弃整轻弹呢 你首先要弃整传统的原子弹 所以呢,那个叫做核武神功三层 三部曲就是传统的原子弹 到轻弹 最后你如果连中子弹神功也练得成呢 你就可以被称之为一个现代化的核 即是最新的这个先进现代化核武的前列 那这个都是在说其实是二十世纪标准 到今时今日呢,就是未必需要是这样的了 那么基本上,如果一两句再总结就是说 中子弹是一样的,你需要掌握到核聚变技术 然后你再适当地设计这个核弹头 令到它主要释放出来的能量 就不是大量的冲击波 而是主要的能量是以高能量中子的形式 发散出来,那就是一个中子弹了 嗯,那所以就中子弹呢 就是如果要去掌握,就是要有个步骤 就是先就是最简单的分裂的 这个核分裂的这个原子弹 接着就去到核聚核,就是核聚变 我们用到这个氢弹 最后去到中子弹了 中子弹呢,我们有听过它有一个原理的 那这个原理呢,就是跟我们说轻弹 原子弹那种放射大量的热 和冲击波就不同了 就是它去損伤敌人,去委坏敌人 就不是靠那些爆炸的元素的 就是它是靠另外一些的元素去攻击敌人 是是是,就是我会称呢 如果你说传统的那些这样的原子弹和轻弹 大家是在斗什么呢? 就是斗一个蘑菇云大的 就是说的简单一点 你知道最强的蘑菇云就是由 苏联的1960年沙皇炸弹 就是一个轻弹来的 它比起广岛原子弹 已经强了以万倍计了 但是中子弹呢,你真的爆炸的时候 你不会看到很大颗蘑菇云 好像很弱而已 原来就是说中子弹的设计 是刻意作为一种战术的核武的 中子弹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比较一下爆炸上来 产生的气浪那些冲击波 那种程度其实就是 比起一个同等当量的原子弹 是可能一成左右的冲击波 产生出来的 就是说你爆炸一个原子弹 如果以同一个当量来计算 爆炸一个原子弹去推倒的扭 是远远多于爆炸一个中子弹的 但是中子弹主要的能量释放在哪里呢? 就是在它的高能量、高穿透力的中子里 中子是什么呢? 它不带电的 它的穿透力是很高的 它的穿透力是比起 因为它比加码射线更高的 它比加码射线更低 于是它有能力穿过一些建筑物 穿过一些泥土地层 它是透过穿透力去杀伤在建筑物里的生物 我就会说 你放个中子弹出来的 你会看到那些楼子没有怎么垮 但是基本上在它的中子射线、照射范围里 有很多的生物就会捱了大量的辐射 它会死亡 所以我说它是一种叫做战术式的核武 战术核武的意思就是 它主要打击对象就是人缘、有生命的东西 对于那些没有生命的建筑物结构是保留在这里 想起这个画面也挺恐怖的就是 有一个中子弹来爆一爆 照一照之后 里面就是再秒无生机 其实就是一种 科幻的想法就是一种这样的图像 所以当时可以说 在中子弹的发明 美国首先弄出了 其实当时就叫做多了一种新的威胁力 就是说就算你躲在地底 只要躲得不够深 或者你就算躲在一些建筑物里面 你躲在里面 我也一样有办法就是说 我不弄坏你的东西但是我召杀到你 听下去就是震懾力就是来自这里的 这个就是来自它的宗旨的威力 嗯 因为我们那期呢 就是刚才博士说的 就是地下碉堡啊 bunker呢 其实就冷战的时候呢 就大家都互想起bunker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大家都怕对方核打击了 所以就已经预了呢 就去做一些bunker 在底遇到呢 不知道几多吨的几多吨的 那个核弹的攻击 已经遇到很厉害了 那么就各个国家都有的了 大国基本上都会起了 所以我想中子弹就是凭着它中子的穿透性呢 就是尝试去绕过这些bunker 地下碉堡 还有呢 大家我们经常讲的那些指挥所 很多时候呢 现代呢 我们讲的那些地下指挥所 就算台湾都有啦 就是例如我们讲 每一次说中国去攻击台湾的时候呢 他们会做个斩首行动的 那所以一做斩首行动呢 就是发觉呢 如果中国一打台湾呢 台湾这边呢 直接第一样要启动呢 就是要先将他们的指挥层 就是包括他们军方的将领的高层啊 政府总统啊 或者是那些就是我们讲的远长那些呢 他们立刻呢就要移进去呢 我们讲什么 例如说恒山指挥所啊 就是说恒山指挥所啊 那立刻呢就在地底呢 那里呢就摆进去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我们见到常见的 那所以就就是 如果你说中子弹呢 去袭击的话呢 那很可能呢 其实都 我想他们针对其中一个 就是类似这些地底的设施啦 那当然呢 你说纯水瓶中子弹 有没有可能可以穿透到 就是这里 我们讲指挥所 指挥所 虽然可能它未必深入地底很多 最多都是几十米 或者一百米而已 那但是就 因为它都是厚厚的石屎啦 又钢筋水泥石板 就是很多东西 那所以其实就 是不是现代来说 那中子弹对这一种的攻击反应 其实就有些不切实际呢 就跟着就衍生了其他的 Bunker Buster 我们讲就是那些钻地弹 那些情况呢 这又要问回你啦 就是 我们现在知道一些可以打穿地堡的 那些这样的 Bunker Buster 这些东西 它那个通常打到多深 其实都是 就是说几十米 一百米左右 就是你说B2 它有一只呢 我们叫MOP 哇 那支弹呢 大到呢 就是你把那个弹仓打开 支弹跟那个弹仓那么长 一样 很重啊 那支弹就吞吞吞的炸下去 那就是很厉害的 那说真的 地堡不是豆腐做的嘛 都是很硬正的 所以几十米啦 一百米左右 那但是你说地堡都 其实都是差不多尺寸的 都去到 所以是不是就是 就是现在其实他们都发现 就是再扔中子弹的 一来又说核不抗散 二来其实老实 你中子弹呢 你要将它微型化 或者甚至乎将它造成武器 再具那些样子啊 或者你要怎么去跪带它呢 我想都会是一件事要想的 那还是用Bunker 这种其实就不需要用到核弹 那么炸 是不是就是 都叫做取代到中子弹的形式呢 其实我们有需要将这些这样的 就是碉堡炸弹 这些Bunker Buster 去和那个中子弹做一个比较的 中子弹 无论都是一个核武 那么Bunker Buster 它会用到 有时会用到一些大放射性的东西 是不是 比如你用到一些朋友 是不是 那就说它会有少少的放射性 但是要明白一样东西 你那个Bunker Buster 这种碉堡炸弹 它主要不是靠那个核元素来造成破坏 甚至乎去杀人的 它主要真的是那个穿透力 是不是 它有它的够重 它的惯性在够硬正 是主要它的坚硬 以及它可以带很多的动量 是不是 所以它不是一种靠那个核辐射来造成破坏 甚至是杀人的一种武器 所以这件事可以比较 甚至是宗子放射来造成破坏 所以你如果用得 就等于你是正式打一场核战 如果以前大家都是用核的打击能力 来去决定你那个威胁力的时候 那么宗子弹是一样有威胁力的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其实基本上到21世纪之后 很少很少提到宗子弹 是的 很少 这又再比较一次 宗子弹是什么 为了打击一些躲在建筑物结构里的目标 那么很多时候目标是可以是地面或者地底 但是总之是躲在钢筋水泥结构里的东西 但是如果那些Bunkerbuster也做到一样的效果 而且它又不需要是核武的时候 那其实会不会更加好呢 可能Bunkerbuster本身已经做了一种替代品 就不需要用到核反应 但是和你做到核的震懾打击力 不能说等同 但是也有差不多的效果 所以你看到今时今日 尤其是21世纪我们都知道 那个精准打击能力 不是纯粹靠那件武器的威力来决定的 你那个载具是什么东西 或者那个导引载具本身的那套系统是什么东西 才是最有能力加持到你那件武器的震懾力 所以你就反而见就是 就算你中国大陆也是 它60年代就搞齐了 这个的传统原子弹和轻弹 但是你发觉等到90年代 它才搞回中子弹 那就比较迟了 但是其实那头搞完不久之后 你就发觉这个世界已经 那个武器的威胁力 就不是再单单由你的拥有核能力去定义的了 那之后那21世纪我们发觉 那个竞赛就去了那些精准打击 导弹、定位系统、隐身 就去了这里了 所以到今时今日我们看到 又不想打一场核战 但是又想增强自己的威胁力 大家就去练了第二个肌肉了 就不是练了核武神功第三次了 是 所以我们都相信 我想中子弹这件事就设微了 就算是我们说 在那个冷战核威胁时代的一个产物 不是说代表它完全没用 因为在现代那些 像我们说的核的条约 或者现在那个 我们说的世界一直文明下去 所以它那个发展的趋势 就设微有其他 就是说更加能够受控的武器 甚至乎我们说的就是常规武器 能够保持到形势 就不需要用到中子弹去做核动核 核威胁、核鹅渣的情况 其实都是人类之福 变成少了一样武器 攻击我们脆弱的人类 因为始终中子弹的目的都是做威胁 就是说留倒不留人 就是你打到对方 就令到对方所有的人命就损失 但是地方还在那里 就叫做给了一个威胁 就说不会说揽炒的 我只是叫你的人走 没有了个地方 其实那个地方还在那里 你的人没了 我直问我又行 就叫做把揽炒这个风险就拿走了 我只是炒你而已 我就没事的 这个都可能是一个情况 不过上行好彩 就是好彩现在在威蓝就没见到这件事了 不然就真的说俄罗斯都不需要不断炸那些城市 这个都是一个上行好彩的事情 好 所以就今天我们讲到中国 以前讲的留倒不留人 去动用这个中子弹去攻击台湾 今天的题目就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相对比较放心 但是中国那边的发展 就是Bunker Buster那边 究竟那个情况是怎样呢? 现在是不是全世界只有美国主要的国家 才拥有这个Bunker Buster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听的 我们学陈博士再多说一些 就可以在下面打个加一 我们收到我们有空就做一些节目给大家好吗?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帮忙 军武器言和科学新知两边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记得订阅和按like 好 那我们在其他节目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